靓仔 为这七个抬球小技巧将受用一生 技巧一 直接弹裤跳 目标球离裤边大概三颗球的距离左右 翻带的线路被阻挡了 可以抬高一点点手架 后手微微抬高 向下击打中央的位置 发力短而快 目标球弹裤后就会跳过障碍球近带 技巧二 勾裤球 现在我们打黑巴 如果不犯规能被打进吗 当然可以 因为胶边是软的 力量越大 白球陷入的就越深 自然能够顺利的避开障碍球 打到黑球 技巧三 反脚球 像这样的反脚球 很多人都挺害怕的 总打不进 在瞄准这样的反脚球时 需要先想象一根辅助线 从带口的外带脚连一根线 到达目标球最边缘的位置 想象白球动起来 往这条线去跑 当白球的最边缘触碰到这条线时 能否同时也碰到目标球呢 适当地调整白球的方向 就能找到正确的进球线了 非常好用 技巧四 双贴裤球 白球和目标球同时贴裤 新手由于出杆不止 很难打进 此时只需要将杆头移动到库边方向的点位 加点赛就能将球打进 技巧五 大力击打贴裤的白球时 很容易造成滑杆的现象 适当地增加手架与白球的距离 用指尖搭在库边的边沿上 小指下折 并且绷紧手架来增加稳定性 球杆呈现一种微微朝下的状态 这样出杆的距离增长了 才有足够的蓄地空间 技巧六 顺载反载 以中杆线路为例 白球弹出来后是这个角度 如果加顺赛 反射角会变大 弹库后有加速效果 如果加反赛 反射角会变小 弹库后有减速效果 技巧七 高杆西库球 遇到这种两颗球同时在带口 可以选择高杆西库 用高杆瞄准目标球三四分之三的位置 直接击打就可以了 一次进两颗 省台费 下课 下课